欢迎收看建筑三百秒 我是建筑师高强 记得前段时间呢 有一个网友问我一个问题 北京的胡同未来会怎么样 我说胡同未来都会商业化 人都会搬走 为什么呢 因为资本的发展 一定会把这些寸土寸金的地段 的商业价值最大化 但显然有人住的胡同 只有历史文化价值 但商业价值是远远不够的 我觉得中国的整个的 城市化进程的背后 其实就是资本的力量 一直在推动 原因很简单 只有资本有需要去推 所以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的房地产 创造了一大堆的爆发户和企业家 还有一大堆的大富豪 这些呢 都是资本推动的结果 现在呢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放缓了 我们的房子也卖不掉了 资本呢 就把目光转向了乡村 美丽乡村的建设开始了 今天城市中的建筑师 有一大部分都已经投入到了 如火如荼的乡村建设中 也用一位资深相见人士的话 建筑师们折腾完了城市 现在又来霍霍农村了 一方面呢 中央发出了最高指示 另外一方面呢 城市的建设项目 也在迅速减少 而国家旅游呢 发展迎来了黄金时期 乡村旅游也是异常的火爆 基于这种种的原因 直接催生了今天 美丽乡村建设的大发展 说起美丽乡村 其实我们国家很早以前 就有一个说法 叫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那个时候呢 是在村里面找一块地 弄一个居住区 然后把居民呢 农民都集中安置在这样的小区里 农民就上楼了 然后政府呢 就把原来的那些土地收回 整合起来之后呢 再做一些开发 引进一些项目 这样感觉上呢 好像农民和城里人一样 住上楼房了 而引进的项目呢 也可以提高地方的GDP 可是这种模式 后来被证明是非常失败的 首先呢 集中安置的小区 由于农村受地域限制和经费限制 大多数的设计 那都是很糟糕的 基本上就是一堆千篇一律 没有特色的建筑垃圾 而且农民在上楼之后呢 失去了自己原来的院子 原来的土地 就变成了一个很尴尬的角色 再加上我们国家农村 大量的年轻人都在外地打工 留在村里的很多啊 都是老人和孩子 所以这些小区的控制率非常之高 很缺乏人气 很多这种小区 看着都跟鬼城似的 整理出来的土地 很多地方政府 由于能力有限呢 往往它也很难找到 很好的项目 即使找了点项目过来 这些项目呢 搞不好就是一个污染型的项目 污染型的企业 最后呢 给环境带来很多污染和破坏 最终是得不偿失的 所有的这一切根源 其实都在于 在我们国家 种粮食是很难挣钱的 大多数的农村 种一年的粮食 到最后发现呢 还不如进城打工 一个月挣得多 所以农村的人口流失 产业萎缩 就不可避免 直到有一天 我们大家发现 隔壁的日本 韩国 我们的宝岛台湾 他们有很多的农村 人家也种地 也是农村 但是感觉怎么差距就那么大呢 这些农村通过 植入了艺术与文化 或者通过农村的 这种乡村改造和提升 变身成为火爆的旅游景点 我们才明白 原来农业不仅仅是种个粮食 怎么简单 比如说日本的月后七友 原来只是一个快要荒废的农村 大量的人口流失 房屋闲置 老龄化的现象很严重 政府呢 为了发展这个地区 引入了当代艺术 策展人北村呢 组织了第一届的月后七友 大地艺术节 后来呢 就变成了每三年举办一次的艺术盛会 艺术家们的进入社区 和当地的农民们一起进行艺术创作 每年呢 这个月后七友呢 都有两百多件艺术品留下 它的面积有七百六十平方公里 也很大 随数都可以看到艺术家 留下的那种创作过的痕迹 而艺术家的进入呢 也直接改变了这个村庄的面貌 从环境到建筑 到处都充满了艺术感的处理 这个村子呢 也就变成了一个旅游热点 旅游带动了村庄的复兴和发展 除了这个以外呢 还有通过艺术改造 从彭沪群摇身一变 成为文化观光区的 韩国釜山甘川洞文化村 建筑师与艺术家携手改造 将一个村落做成了美术馆的 台湾后壁土沟村 等等等等等等 总之人家国外 以及台湾的村子 做的就是不错 那国外的乡村的发展 给了我们一起事 于是呢 一些关注农村问题的人 就开始考虑 在中国也进行类似的尝试 这就是美丽乡村的由来 也是我们今天相见的开始 说起中国的相见 就必须要提到 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案例 碧山村和好堂村 碧山村呢 是安徽众多著名的古村落之一 针对碧山村的改造和建设 被称为碧山计划 发起人呢 是欧宁和左径 这二位呢 一个是诗人 一个是文人 都对这个乡村 有着极大的热情 07年的时候呢 二位第一次到碧山村 立马就被这儿的景色和文化打动了 于是他们就借鉴了 国外乡村建设的经验 引入了艺术和文化 想要在那里建造一个 乌托邦式的理想家园 他们策划了那个非常著名的 碧山封年记 作为文化展示与商业交流的 一个展示窗口 他们也建造了碧山书局 希望能够通过文化的植入 给当地的农民提高自身的素质和修养 同时呢 他们还找人建造了珠兰酒吧 这酒吧在当地很有名 他们还提出了要建设碧山共同体 充分发挥村民的自主性 来建设自己的家园 现在呢围绕着碧山村 已经聚集了一大批的艺术家 文艺工作者 还有很多来自港台的商人 他们都在这个小小的村落 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一份天地 不过呢 由于世人天生的无政府特点 碧山计划从开始就没有真正去寻求政府的全面支持 虽然镇政府对于碧山计划本身还是支持的 但欧宁并没有从更高层的政府部门寻求更多的支持与帮助 这也就导致了呢 在碧山计划实施的过程当中呢 发生了很多无法预测的障碍 搞个活动 弄个展出 经常就无故取消了 对于这些外来的艺术家 政府部门的态度也表现的经常是一种非常模糊与谨慎的态度 那么相比碧山村 郝唐村的改造路线就完全不一样 郝唐村是河南信仰的一个小村落 在改造之前 就是众多普通村庄中的一个没有什么突出的特点 一直到09年 李昌平来到了郝唐村 从此改变了郝唐村的命运 李昌平呢 是中国相见的创建者之一 但他呢 不是文人 不是艺术家 当然也不是设计师 他是一个三农专家 在到郝唐村之前 他研究了一套应用于农村的内置金融体系 正在寻找这种实验的小白鼠 于是呢 郝唐村就成为他第一个实验田 那么什么叫做内置金融体系呢 简单理解来说 就是由政府和第三方 与农民共同出资 在农村建一个合作社 这个合作社呢 可以允许农民用自己所有的土地 山林 水塘啦 宅基地啦 房屋啦 等等一系列的东西进行抵押贷款 这样的农民就可以得到用于他发展自己生产的一个资金 而入股的农民呢 在年底还可以按比例分红 合作社呢 就把收集到这些土地进行整理 然后进行整体的规划 由于合作社呢 是农民参股 农民经营 农民主导的 那么农民的主观积极性就特别高 在这种情况之下 原来很多很难开展的事情就能做了 这道体系被称为内置金融 李昌平呢 在法郎村和政府合作建立了内置金融 并且立刻就产生了效果 当年底的时候呢 农民收到了来自合作社的分红的时候 大家都激动不已 甚至有人流下眼泪 在这个经济技术制上 孙军进入了 孙军开始了好堂村的艺术改造 孙军是谁呢 是我们国家现在非常非常著名的相见专家 在做相见之前是一个画家 应该是一个艺术家 孙军进入好堂村之后呢 就对好堂村进行了全面的改造与提升 后来呢 又有其他的艺术家也参与到了这个工程中来 正是由于内置金融体系的建立 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导致了好堂村的改造 在农民的参与下 最终顺利完成了 在后来的时间里面呢 好堂村就变成了一个旅游的热点 当然也是李昌平他们的一个样板 李昌平和孙军呢 联合创办了一个中国相见院 而且相见院呢 就在好堂村 他们呢 把这套模式向全国推广 吸引了很多艺术家设计师的参与 那么对于美丽乡村的建设 我身边的朋友同事 还有我的老师 很多都已经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了 他们做的都非常好 因此呢我也经常能从他们那里 多少得到一些相见的信息 其实相见的虽然看似很美 但给我的感觉 却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投入去做的 因为相见的设计 很多时候都是在现有的农民房的基础之上 进行改造 对现有的环境进行提升 而这些东西呢 基本上农民房会有什么原始图纸啊 会有什么原始资料啊 在这种情况之下 设计具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 因此一个设计师如果不能长时间的 驻扎在现场去跟农民沟通 你是很难把控施工效果的 而且在施工做法上 农村的很多做法都和城市区别很大 更多的会参照当地的一些土办法来进行施工 这样呢 对设计师的掌控力的要求 其实就更高了 因此呢 我的那些做相见的朋友 很多时候 他们基本上都是长时间在外地飘着 在村里待着 为了完成一件理想的作品 需要你牺牲的东西 可能比你原来想象的 比原来做城市项目的时候要多得多 这个应该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 叫做情怀吧 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对他们充满敬意 那么如何发展乡村 是我们中国最为重要的问题 因为我们国家最多的就是农村人口 原来这些人进程打工建设城市 但是他们其实永远也不属于这个城市 因为他们很难获得和城市人平等对待的机会 他们很多人没有社保 没有医保 所以农民最终还是要回归农村 因为那里才是他们的根 但今天的农村大多已经是破百不堪了 种地没有出入 产业呢也经常被垄断性的开发 自然环境被破坏殆尽 没有好的医疗条件 无法得到好的教育 中国农村发展多年 结果是什么呢 穷的地方更穷 富的地方呢 正在变成城市 乡土文化正在迅速消失 也许今天美丽乡村的建设 能够给农村带来一丝希望和生机吧 但是如果我们反思美丽乡村 就像我开篇说到的那样 所有的建设背后 其实都有资本的推手存在 今天农村的发展 说到底也离不开资本的力量 就像好多村的成功 以其说是规划设计的成功 倒不如说是金融体系的成功 但是资本的力量 也可能会带来负面的影响 一方面呢 发展必然会触碰 本来就已经很脆弱的农业的生态环境 虽然美丽乡村的建设重点之一 就是垃圾分类 污水治理 改善环境质量等等等等 但人群容量的变化 会直接加重区域的环境负担 当负担超出了负荷 再好的规划 最后可能只是一种理想 除此之外呢 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分配的不均 资源的争抢 而且呢 这些呢都不是原来非常朴实的农民 所能应付的问题 正所谓金钱面前 人人平等 而也是人人渴望 在颤迁房屋的补偿款面前 很多人甚至连自己的父母都可以不认 在社会道德如此缺失了今天 美丽乡村又如何避免这样的风险呢 农民群体的组合既是稳固的 也是脆弱的 这个链条没有崩裂更多的时候 恐怕是因为它还没有到达真正的极限 美丽乡村的建设才刚刚开始 无论是碧山还是好堂 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 说到底 这是一场关乎农民自身的战争 这场战争的一方是日渐衰落 走投无路的农民群体 而另一方呢 其实正是他们自己内心深处的传统思维 与固化思想 如何取得胜利的关键 不是是否能够引来城市的这些强缘 而是如何发动农民自身的力量 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家园 没有农民 只有艺术家的美丽乡村 即使能够存在 也绝不应该成为我们今天的方向